能夠把台灣這麼嚴重受到破壞 都能夠找出來 堂堂一個環保署 竟然比不上一個齊柏林 所以你在看到結尾的時候令人感動之外 有沒有感到羞愧 要不要向全民因此而道歉 我想 當然齊柏林先生用了這樣的一個呈現方法 讓人家更容易能夠看到一個現況 跟受到一個感動 環保單位所用的方式 其實也很努力在做了 但是那個效果我相信是沒有齊柏林的好 因為它可以讓激發每一個人 直接對環境的關心 而我們在所做的一些重大案例的發掘 雖然報道出去了 但是報道的量或報道的感動方式 大概都不會有它那個效果 署長你要不要 為此我們環保署做的不足 向全民來道歉 當然我們對我們做的不足的部分 都很願意來向國人致歉 那當然我也說我們通用其實也很努力的 而且也不是不足啦 現在彰化 22家的廠商 支援光 K7廠 現在又加個K5 K11都有啦 那麼這某大環圍影響這麼廣 我們環保署不知道 你做不到的 現在發現的 沒有被發現的多少呢 西波林科可以發現那麼多 我們都不知道 現在這些找出來以後 我們現在來開發來撤照 有方法彌補嗎 署長 這是必要的手段 如果不這樣做 更會有更多人是亂牌 所以你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手段來嚇阻 但是嚴... 現在是被發現的 我在講沒有被發現的 還幾倍幾十倍 甚至百倍啊 我相信也有很多沒有發現 我們環保署 我...我...我... 坦白講我... 剛剛我問了署長的意思 就是署長你又不會... 看這齊波林都看到了 我們環保署這麼多人 上千人都沒看到 你不覺得 有對國人有愧疚要道歉嗎 所以我當然很遺憾 沒有像他那樣開飛機 去照個影片讓他看到 因為確實你從地面看的 跟上面看到的是不一樣的 而我們同仁他用的方法去 絕對不是拍個照那樣的方式 我們很多同仁要穿個潛水衣 潛入地下水道 然後去爬出來 所以他們真的是很辛苦去抓 所以... 黃氏污染的方法 黃氏污染的方法 一百萬之間 請問你一根一千公頃要多少錢 一千公頃是吧 所以我先要講 這一些金山 犧牲了台灣的環境 喚起了這些經濟利益 你的處罰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我們黃氏污染法 三十二條 明文規定 不得注入地下水底或排放與圖欄 在三十七條 以及 違反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 的規定 等等都可以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偏偏 我們是用第四十條 處罰最高六十萬 你不覺得 你是 高高 提起 輕輕放下嗎 不會的 我想在環保署如果是我自己親自處理的案例 我們都是非常用最嚴厲的手段 但是我現在 那你為什麼沒有用三十二條 來做助理呢 為什麼還有三十二條第一項很清楚啊 我們的法的寫的方式就是要已經造成傷害的case 他才能夠用到某一些條文 某一些事他做了我就可以做 所以這邊有些區隔的 我們還是要根據法條的適用性 我們會照法條適用區域 用他一個最嚴厲的部分 我們啊 現在不只還獎勵他 還用素餐法鼓勵 還要他減免稅金 天理何在啊 這些不叫奸商 什麼才叫奸商呢 所以我想我們環保署 在這一方面 如果你不痛定思痛 真正來關心我們台灣 我想還有很多未被發現的還要更多 犧牲台灣更多 在這一方面啊 我真的不曉得 說我們今天要來解凍 是用什麼理由來解凍 書長你告訴我一下 我想 我們有什麼理由讓你解凍 從過去到現在跟未來 都用了幾個三個方面最強的手段 第一個最不法力的 第二 必要就要勒令停工 不是等到三次才勒令停工 一次就可以勒令停工 第二第三個 你說移行辦 我覺得我們也要撤離移行辦 我只是要你守台灣的法律而已啊 這就是守台灣的法律啊 就這麼最簡單的一件事情啊 嚴懲這些惡意的步伐 才會發生 為什麼我們之前不知道 之前不知道 我們就不能防患於未來 平時我們這麼多人在檢查 就不能防患一下 這一些有高污染的這個工廠 我們死死來關心一下 就不會讓它造成重大的 這個污染事件 啊污啊 處理的嗎 所以如果見為之助 而能夠及早去發現 我想也很重要 這是我們對於我們計查 也要去加強訓練的地方 我不曉得如何來解凍法 我希望啊 署長你真的要好處維持 因為我們環保署 生物是國家最高的環保單位 如此的縱容我們的廠商 在糟蹋我們的土地 糟蹋我們的環境 這個環境不是只有 他們住在那裡啊 我們也住在這一塊土地上啊 是 您說的對的 我們絕對不如住他們 好不好 我們會 要加強啦 好的謝謝 好我們接下來請 江慧曾委員